哈喽 各位好 这里是欢迎光临 我是关羽 大家好 我们是Eva和Dontes 我是Eva 附下 我是Dontes 带亮 人生怎么回事 就清楚未来的展示 发现人类怎么诞生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只为不断积累 希望总将让你自由 从上天看一切都透明 送给你我的爱情 一个人迷失在富裕和病困之间 怎么看未来却看到人类的流泪 感觉很好 还是担心过分 没有希望 相信古荣 现在要看谁在你身边 谁真的爱你 谁照顾你 写了心里的字 唱动听的歌 帮你爱你 无所畏惧 人生怎么回事 就清楚未来的展示 发现人类怎么诞生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只会不断积累 希望总将让你自由 从上天看一切都透明 送给你我的爱情 可能是你刚才跟我讲说 你这首歌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写的 现在就是在你们唱的时候 我脑海当中浮现了很多 那种航拍阿尔卑斯山的画面 你知道吗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其实我非常相信你写一首歌的时候 画面感 对 画面感 还有你的环境会影响这首歌 对 我发现两位的和声还蛮迈齿的 就是两位和声 对对对 搭配在一块 我觉得那种感觉还蛮妙的 而且戴亮在唱中文歌的时候 根本听不出来你是一位法国人 其实说声音的是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一起唱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的声音会不会合适 然后因为Eva她是声乐的专业 她的声音特别好听 我的声音一般 所以我们一起唱的时候 我把我们的就是Limo 发给一些法国的朋友 很专业的 中国的朋友很专业的 他们都说同样的事情 你们的声音很配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决定了 一起一起做唱片 在做歌写歌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戴亮跟我们讲说 他现在更多的在负责的 就是一些词啊曲啊的创作 那可能会邀请Eva来共同演绎 你在拿到戴亮的词啊曲的时候 然后你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绎 还是也会跟她沟通一下 你为什么写这首歌 这首歌背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 或者是故事之类的吗 会 然后我们之间也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她把一个一首歌的框架 然后写好以后 然后我会再往里面加一些 别的一些元素就是 对 共同创作 我觉得可以让听众听一首歌叫 I Know You Know 这首歌曲 里面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最 创作方面最好的歌曲 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 因为有英文的副歌 有法文的主歌 还有Eva的传统中国旋律的创作在里面 而且Eva也是弹奏那个古征 对 我最希望 好妙哦 对 我以后我最希望往这个方向就是走 就是她弹古征演唱 我弹吉他或者钢琴演唱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觉 好妙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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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